音樂 Hi 我是廖帥 今天來到哪裡呢 來到達南市友愛街的MUSA船麵 MUSA船麵是什麼呢? 其實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去泰國也沒有吃過什麼叫做船麵 只有在船上面吃過麵 可是不曉得是不是一樣東西 這一間是老宅改造 算老宅嗎?應該算老 因為它很多裸露的東西 天花板是空的 然後管線、冷氣全部簽過的話 看起來應該是老宅 二樓非常寬敞 位置很多 一樓沒什麼座位素 這間最近在台南非常非常的紅 它還有一個本店 可是本店不是做這種的 是做另外一種泰式料理的 這間店現在超多年輕人 網紅、IG、FV 都在這邊打卡 寫一些實際 我覺得非常非常厲害 今天特別來朝聖 吃看看這些東西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厲害 哇好期待喔 泰國東西吃起來就是酸酸甜甜的 非常開胃 尤其在台北啊 生意也是很好 可何況說啊 高雄、台南啊 天氣這麼熱 吃一些酸酸辣辣的東西 開胃就對了 哇 超期待的 今天來了 點了非常多道菜色啊 這是什麼 這個是 鹹蛋青木抓沙拉 哦 這青木瓜嗎 這青木瓜吃起來那個 黑皮的味道 哇 好像在 泰國 不過啊 嗯 檸檬啊 魚露 不過這個 青木瓜沙拉 它不夠冰 我覺得如果冰一點 會很好吃 差不多一顆 鹹蛋 嗯 哇 哇 我們的黑湯船麵來囉 今天啊 因為太晚來了 牛肉都賣完了 現在只是它豬肉 這個是黑湯船麵 是細的河粉 哇 這一上來就聞到很濃厚的花生味道 整碗啊 看起來都黑黑的 哇 味道非常的深厚 這種高湯啊 嗯 一喝就知道它是熬很久了 這種蔬菜啊 先熬了高湯 不錯不錯 哇 它的豬肉好嫩哦 很少豬肉可以處理得這麼嫩耶 吃起來好好吃哦 這豬肉超嫩的 豬肉啊 如果要處理得嫩的話 主要太白粉啊 主要蛋白 醃過啊 然後用低溫泡手啊 就會非常的嫩 它裡面還有什麼 空心菜啊 豆芽菜 這個小鳳丸 這個小鳳丸 好可愛 鳳丸就是一般的鳳丸 沒錯 這個湯頭很厲害耶 難怪啊 難怪啊 難怪啊叫做黑湯船麵 這個湯頭真的很黑 可是吃起來 酸酸鹹鹹的 非常夠味 這個高湯真的很厲害 我們還有叫一碗啊 它是什麼 它是 雞蛋玉麵 一直忘記菜是什麼 一直要看菜單 哇這個 雞蛋玉麵 這個麵看起來很多耶 這雞蛋玉麵啊 我覺得 和粉比較好吃 細和粉咬起來 比較Q 比較有口感 這細的雞蛋玉麵啊 吃起來 一咬就斷 沒有什麼口感 不過啊 細和粉啊 它可以吸收醬汁比較多耶 每一口吃進去啊 都有帶湯汁 吸附能力比較好 像和粉啊 比較滑溜啊 它湯汁包覆性都沒有這麼多耶 嗯 這豬肉真的很厲害 我覺得這家店老闆啊 非常厲害 這一碗麵多少錢 豬肉的黑船湯麵 八十塊而已耶 牛肉黑船湯麵 一百二十塊 超便宜的耶 在這種環境 然後吃這麼便宜的麵 老闆真是佛心耶 很懂得行銷耶 賣便宜一點 吸引年輕人進來 厲害 老闆啊 不會因為說它賣了便宜 然後就頭痛剪掉 完全沒有 八十塊一碗麵 吃得出來它的用心 湯頭唇厚度 真的很厲害 吃一下這個炸雞翅 這個炸雞翅也是非常有名的 每天啊 都很多人在IG上PO這個炸雞翅 這炸雞翅上面啊 滷滷滷的一絲一絲的啊 哇那是香茅啊 是檸檬葉 檸檬葉跟雞翅合在一起 超好吃的 哇這個雞翅真是無敵啊 有泰式的風味在啊 哇這雞翅厲害 沒想到雞翅跟檸檬葉啊 這麼的大耶 它已經贏過胖老爹了 哇 哇各位看一下這個松阪豬 這松阪豬啊一百五十塊也是很便宜耶 它叫特殊醬料啊 哇這特殊醬料酸酸甜甜的 裡面有香菜啊 有這個什麼 紅蔥頭 好像還有一點這個 羅旺子的味道 酸酸甜甜的 有水果酸氣 吃看看這個 索板豬 喔 這索板豬太好吃了 它在烤的時候啊 有刷一層飽飽的那個 醃料上去啊 哇超好吃的耶 而且吃起來松阪豬啊 都沒有腥味 松阪豬最怕什麼 最怕那種沒有新鮮啊 吃起來有腥味 這完全沒有耶 嗯 松阪豬也是大推啊 小小一家店啊 每樣菜啊 都不會因為它便宜的 偷光解藥 每樣菜都很好吃耶 難怪啊 在台南造成一個旋風 超級多耶 生意超好的耶 我一定要跟它學習 真材實料 做生意就對了 嗯 這個松阪豬真的很厲害 我是料帥 天生料 不多說了 我要趕快解決 這一桌的 好吃的東西 不然冷掉之後 就不好吃了 先走囉 掰掰